碰到的水里面来了耶 哇 他必须先来适应一下这个寒冷的程度之外 他还要慢慢的适应水压 刚刚有提过 钢体高度10公尺 下起10公尺是会让人的耳朵和鼻子很不舒服的 鼻子他必须要慢慢的来适应 在适应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他偶尔会有滴滴鼻子啊 这个动作出现 这个就是为了要平衡耳内的压力哦 那待会等到思雨人员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 我就要请大家来跟他会会手 他看得见我们赶快跟他会会手 并且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哇 这个思雨人员今天非常快速的 他就下到了下方啦 要来带领大家本事巨早咯 首先发现了思雨人员目前在底部的位置 用他的手指头使出了一个部位 这个部位啊是根部吗 你刚刚有讲过不是根部 他的名字叫做固着器 固着的意思就是固定的意思咯 所以呢这个巨早所讲出来的固着器 是固着固定 最早不会被海流给冲走的 这个固定作用很重要 因为固带还是西风带 西风带会带来了大量的这个强劲的水流 如果没有固着器的话 哎 它很可能就会被海流给带走 没有办法固定生长哦 所以固着器很重要 相较之下跟植物比起来 固着器本身没有吸收氧氧和水费的功能 就是简单固定所使用的 那我们认识完了这个部阻器 现场来宾 我们要怎么让里面的思域人员 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个构造啊 我要请我们大家借我你的右手 跟思域人员比个OK 哎 发现大家都把手据起来 它果然已经看到了耶 感叹的游上来 带领大家认识第二个部位哦 先把他眼前的局长三维的部位